山区严重摊坊 边坡倾泻而下 从空拍角度看得更清楚 阳津公路上覆盖大片土石 大型净水设备几乎全毁 五号晚间的土石流崩塌意外 突如其来的山崩巨响 把附近店家全都吓了一跳 第一时间听到 砰砰砰山声很大声 我以为在上面那个宜家 把那个别宿在那边 在放边坡庆祝原校 三座储水槽更是首当其冲 统统被土石覆盖掩埋 好在值班人员 时时保持警惕 这才惊险逃过一劫 受到连日大雨影响 公路边坡土石松动 这次崩塌范围 宽度达三十公尺 高度更是超过一百公尺 不只道路成了喷水池 双向交通更完全被堵住 现在在抢通当中 现在暂时都不去 眼看此路不通 长长车龙 只能无奈排队 等待回转 因为道路受阻 民众想要从阳京公路 前往阳明山 得多绕一段路 出动大型机具 包括挖土机在内 全力开挖 清运土石泥沙 交通部公路总局表示 六号晚间五点五十分清除完毕 七点恢复双向同行 新新闻奏合报道 立刻下载新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 就在那边 保口 所以 一个洪水 阻挖 一步 三步 按摩